TuneWeaver这个部分先转起来 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在云端上面 我们会需要做一些 做个APP之前 那实际上做APP 它也有点像做 一个网站的一个架构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呢 先从那个云端上面 去帮我下载那个练习档 那练习档里面的话 我是把这个练习档 放在这个云端 练习档这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把它下载下来 解压缩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们总共会有 这个其实也是以前 这个网页设计里面的 证照的考题 那个证照考题里面 基本上我把它解出来 基本上好像有个十题 还是几题吧 那当然我们有这个练习题之后的话 这个 OK 102 比如说以这个来看 这个102里面的话 有一些相关的素材 那我假设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素材 把它转成那个APP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流程是这样的 如果我今天用尊贵来做的话 一 先在桌面上 先建一个资料夹 好了 这个资料夹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网站 但这个网站将来也可以转换成 名称叫102APP好了 OK 第二个的话请你把这个image先丢进来好了 把它复制进来 里面的话当然基本上 我们会有一个image的资料 里面有几张图 这个是我们的素材 那再来就Data 我想你就放在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会需要有些文字就在这里 那假设说我今天希望 这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有比如说 几个比较像什么 今天最新消息 新书登场 还有认证课程 大概有这几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出来的结果 这个以前是在网页上显示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转换到手机上面 那各位可以在那个云端百般里面看到一下 这边的话有一个 我有放一个就是102APP的这个完成画面 那里面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基本上看一下这个程式码里面 已经有一些相关要做的步骤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怎么做的 然后PIC里面我看一下 里面基本上也有一个完成的画面 大概就长这样 基本上就是一个首页进来 因为你在网页里面看到的 跟在手机看到一定要有所差别 那我要怎么样快速的把一个 原本是网页变成一个手机APP 那最重要的是 这边我需要放一个Netbar 这边我需要放一个这个所谓的Listview 那这两个东西还蛮重要的 那我希望怎么样 当我点选其中一个 它可以连接到另外页面 所以这里的话我会需要有一个两个三个页面 点击它跳过去 那跳过去之后的话 当然你同样的需要让它跳回来 所以在每个页面上面呢 也需要有一个back OK 这第一个了 大概知道这个画面的重点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画面里面 特别注意 就是每一个页面 这个是JQuery Mobile的页面 基本上一定会分成三个区块 特别说它是整个页面 一个是page 这个整个就一个页面 上面的话 特别说它有分成上面是head 一个头 中间是一个 这个到这里是body 底下看要不要放一个foot 然后就角 所以会分成三个 那我们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把素材下载之后 再来开启这个JuneWeaver 那JuneWeaver特别注意 因为它基本上 本来是做一个网站的 就是做一个网站的设计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做这个之前 请各位注意 先设定网站 那你想说 老师这个不是一个app吗 基本上呢 其实我们是拿网站设计的概念 拿来写app 所以第一个请你新增一个网站 其实这应该以后改版是不是叫新增网站 或app 反正都相关 第一个新增网站 这里的话呢 请你一样在 因为桌面上我放一个102app 所以我就直接给一个102app的名称 本机的资料夹 请你连接 连接到桌面上面的这个102app 这边按选取 当然这个地方是一个对应关系 按储存就好了 这个时候呢 请注意看它的右下角 会出现有一个我们的网站 但未来你要编辑 你就在这个点两下也可以 这边点两下 它会自动跳出原来的设定 你当然也可以去变更它的设定 我是放在桌面上 好 那这个网站里面 目前只有一个资料夹 就是放了三张图 接下来可是里面没有东西嘛 那我要在这里面建一个 将来可以在手机上面看到的一个画面 该怎么做 这边关键来了 就是新增档案 档案里面新增 特别注意 这边请你选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注意 这里就是关键 请记住要选的是空白页面 里面的话呢 请你一定要选择是HTML5 如果你选错了 很抱歉 它就不能够变成将来在手机画面上看到的页面 因为手机目前就只有支援那个 所谓的HTML5 那你把它按一个建立 OK 建立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其实手机上就一个页面 其实上我如果有 刚刚看到我需要有首页 然后跳三个页面 所以总共会有四个页面 那这个四个页面该怎么建立 首先第一个 你先新增一个HTML网页之后 记得先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呢 请你直接储存在里面 那它的名称 请记住 一定要存对 它的以后 反正不管是在后面的Visual Studio也好 或者在这边也好 反正它的首页名称 一定要叫index 后面呢 记得副档名 请你自己加一下 点HTML OK 这个一定要自己加上去 这个名称呢 特别重要 不要打错了 因为打错之后 你后面 基本上 它就会 跑不出来了 可以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 请注意看 这边就有一个index 那这个index实际上就是 点进来 它会显示第一页 第一页的话 也许就home 就我刚刚看到 有一个页面 上面会有三个连结 那你第一个连结 点进来是page1 第二个点进来page2 第三个点进来page3 所以底下会有 1 2 3 但实际上 跟各位讲一下 它虽然说有四个页面 可是实际上通通是放在哪里 放在index里面 在这里面 OK 那请各位先稍微了解 因为这个 先把刚刚的部分先建 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1 先在桌面上建立一个资料奖 也许叫这个 2 开启 Zinweaver 网站里面新增 新增一个网站 网站的名称呢 就是102APP 选它 储存 再来 新增一个什么呢 一个age 记得 这个一定要选对 之前我同条 还没选对 奇怪 一显示就错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再来看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产生另外 除了首页之外的四个页面 该怎么做